如果不算上吴老星 黄元加四个中将 以及一些海军 能否拿下四皇草帽团 拿不下他 区别就在于一个吴老星 吴老星的话 他有战力的话 那将会是非常可怕 我们暂定如果他没有战力 他主要的威胁 就是对于持天使的控制权 你想两个持天使 陆飞陆基卡库索隆 一直没有拿下 对不对 所以说吴老星以来 控制所有持天使的话 权力攻击 是很麻烦的牵制 那边再加上黄元啊 中将啊 那对草帽有伙势 非常大的威胁 但是如果没有吴老星的话 黄元一个海军大将 四个海军中将 我们算他们都是 非常强大的中将 但是对上四皇草帽团的话 他们的优势不大的 黄元我们刨开 他是这个陆飞自己人 这一点可能啊 就说他是敌人 他作为一个海军大将战力 对上陆飞的话 谁说持音真不一定哦 陆飞现在不需海军大将的 能不能打赢一是回事 但是陆飞一个人 足够拦下一个海军大将 另外那边四个海军中将 索隆 山智 慎平 三个人至少是可以对抗 三个海军中将的 剩下一个海军中将 罗宾 弗兰 弗兰奇 纳美 乌索普 乔巴 这四个人合力 稳稳可以对上一个海军中将 那其他一些海军小杂兵 陆飞一个霸王子 他们豁得住吗 所以这么一对比下来 其实是海军那边 很不占优势的 虽然他是一个 只有十多人的经营团 但那也是四皇团 所以黄元加上四个海军中将 就想拿下四皇草帽团 不可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